您现在来收看的是 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 我是宇凡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5月15号礼拜三 哇那个很不得了 我们今天台股呢再创高 那么当然台积电今天跳空大涨 这个带动整个指数往上攻 我来先看一看 这个我们是跟大家提的 这个要高点要突破 很容易一下就过了 那来今天呢 这个再创高以后大家觉得 请问一下还有高点吗 那都这么高了 现在危险对吧 一定有人会这么想 那过去大家会形容一件事情 就是说台股其实 这已经涨很多了 所以要面临到压力很大 但是呢 如果你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 指数你不管在什么位置 都股票会涨好吧 那台积电大涨 过去是台积电叫做垃圾盘 你如果说台积电 是一个人的50 那基本上其他股票就很惨 可是呢今天看起来又不一样 不一样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 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整个的 整个的所谓的基本面的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先把它 先把它放旁边 为什么放旁边 因为全部都公告完毕了 我们有的比较了对吧 那比较以后呢 我们就要持续往前看 那么往前看以后呢 就会发现那么在这个未来的所谓的六月 我们先不谈520了 520之前的这个所谓的行情不行情 我们就已经讲过 520之前是不可能崩盘的 这是一点 那另外一点呢 520这个行情 如果说假设过了以后 是不是开始股市就要回档了啊 然后呢这个大概就是这样了 然后到六月份呢又是什么 六月份等一下AIPC不是要来了吗 所以呢基本上我现在是充满了期待 期待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叫落后补涨形态的股票 也该换你们涨了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前面你们在休息的这些股票 也该回神了吧 短线上涨多的你们该休息了吧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套资金呢 其实满满满的 在台湾股市里面都是超过4000亿以上 还有有时候会可能会增加 因为行情好会带动什么 对啊你现进场的这些所谓的当冲啊 当冲会更多好吧 那如果是今天这样子来看的话 你说指数稳不稳 大约就涨个差不多300点的涨幅 看一看台积电 今天的台积电到目前为止 大家有没有发现台积电 不然就稳稳的在这个地方 不然开高以后呢也是稳稳的 开高以后 我先看一下它开盘是838 各位那就是一个跳空的概念 838直接越过前方高点 然后跳空以后 你觉得它很快就会来回补这个缺口吗 好像也没那么容易吧 除非有重大利空对吧 那意思就是说 咦 这样子感觉又是要往9000点迈进了 我们先不要讲那个四位数 不是9000点啊 900啊 想到9000点 900迈进了哦 先不要想四位数哦 好了那如果这样跳上去 844好 等一下 全值股在跑 所以其他股票应该会很弱 不对 那怎么样不对呢 我们先来看几档股票好不好 有一些中小型股 有一些PCB我觉得都很强 首先呢 你先看耀华 耀华那天我在讲这个故事 就是那个长老跟外资对决 长老跟外资对决 八大关股 那是长老嘛 长老对决外资 外资在卖 长老去接 那接完以后呢 就发生这个现象 来大家请看 那一天啊 5月13 外资卖超 八大关股 买超 买超大约比卖超多一点 大概多了1000张 大概就这样 你看当时的耀华是变这样 31.15 结果被打下来到哪里 30块 好吧 那就这样子 那大家会觉得完蛋了 昨天 耀华亮灯涨停 好吧 带亮 谁赢了 长老赢了 等一下 不对 外资同时又买回来 24000多张 那你们 那问一下 我们再问一下 请问 前这一天 卖的外资 你们看到 那个涨停板 你又做何感想 因为外资也是有很多人 不同的外资 请问那长老们 有什么感想 什么样子 一定是这样 那你今天又跳空 碰又上来了 哎呦 等一下 那那是超猛的 你知道这个带动什么现象 就是 有一群PCB 上游也罢 就在动了 在动了 你耀华就是转亏为盈 我在讲 转亏为盈这个题材 我们之前都跟大家形容过了 所以转亏为盈题材带动了 那我原本就不错的股票 那是不是机会更大 当然机会更大 这是耀华的部分 今天再创高 那更不要讲蓝天 开盘57块半 开盘57块半开在哪里 开在这里 长天盘58 不好意思 他开盘已经开到57块半了 最低55块6 也还打下来一下 因为他创高了嘛 对吧 再创高 所以呢 那后来打来 这边都是在卖的啦 创高 锁起来 黑线 1 2 3 wow 那买在哪最好 我给你讲 这边不一定敢买 这边就是有上影线 这个地方 压力很大 这一天也不一定敢买 因为量缩得很厉害 开始了 一放量带动了 这一天买最好 这一天有机会买 为什么 他开盘在开哪里 46 最低45块2 收盘收 涨停 哇这天买真棒 哪一天 5月13号买蓝天 近期你要买的话 买在这个位置最棒 对吧 这样子大家有疑问吗 没有疑问 对 果然是 大概是这样 因为前一天也不敢买 量缩得蛮厉害的 好了 来了 既然5月13号买蓝天最棒 对吧 那 我们来看一下 看是不是这样 5月15号 9点14分 喝 2362蓝天又再亮灯涨停 恭喜大家 又再亮灯涨停 再看 5月14号 喝 2362蓝天再度亮灯涨停 恭喜大家 5月13号 12点04分 喝 2362蓝天亮灯涨停 恭喜大家 这主角都一样 那从13号开始算 13号亮灯涨停 恭喜大家 14号再度亮灯涨停 恭喜大家 15号又再亮灯涨停 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 三根涨停 也就是说 我们都不要算那个礼拜 13号那一天好不好 我们就算这个礼拜 走到今天三天 三天它都在涨停 对吧 三天都在涨停 那我们就把礼拜一给扣掉 都还有20% 是不是 都还有20% 各位 这个就大概是你要的 如果假设是你要的话 你就会想说 那 那选对股票还真对 但是它中间有震荡不是吗 对它中间有震荡 那震荡有没有可能被洗掉 有可能 我再讲一次 有可能 有可能被洗掉 因为你觉得 它大概就长这样就差不多了 要滑有没有可能被洗掉 有可能被洗掉 因为它也是有出现震荡 各位 创高过程震荡合不合理 合理了 好 那我们就归类是 对 那创高 创高震荡是合理的 那所以呢 我们看到今天股票 刚才有看到那个上权又冲上去了 上权代表的当然是这个 所谓的CPO的封装 共通装 所以我们来看看上权近期 哦 哦 诶 好 来 这边 来 看啊 144高点 这边今天 碰149突破 突破 9.8亿 等一下 你144这边 碰打下来反弹 弹不上去 碰又打下来 再弹 弹不上去 碰又打下来 咦 注意看哦 大家看哦 最后一次打在哪里 打在季线 咚 打到季线弹上去 咚 季线然后开始弹 咚 弹上去了开始了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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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 好来 先讲这个 第一个 我们再看都是看未来的对吧 那台积电现在大涨 台积电大涨 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等一下我就会慢慢说给大家听 但 CBO封装重不重要 重要 但是你说 我们有赚很多钱吗 没有哦 没有哦 不是说财报已经过了嘛 对财报过了 有的还在反映财报啊 但有的在反映未来啊 所以你说 问啊 问一下蓝天反映财报可以了吗 对不起 我们现在的本益比是20倍 好那问一下 那美股禁止我们不是都讲了吗 找一下 找一下资料给大家看 我先找个资料给大家看 为什么看资料呢 你看资料才会有感哦 那为什么 资料有感哦 我先给大家看哦 来 这个哦 第一季税后净利是8.3嘛 季升将近三倍嘛 EPS是1.42 季升294% 年升129% 创近六年单季新高 这是有关基本面的范畴 好吧 基本面的范畴 然后呢 简单来讲的话 在第二季 有望是续创家机 所以第二季看好的 营运力拼季升年升 所以呢 不管是第一季的 我们看笔电 但即不但得利于亚太欧洲的销售年增 双位数的百分比 加上美元的 这个汇率是走深 这是美元强了 这个是重点 美元强 好了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有讲个重点 它美股净值 现在是73块 73 73块 那今天涨停板 蓝天今天涨停板 58 美股净值73块 现在那个低于美股净值 硬值的真的是比较少啦 所以基本上 我本业好 那当然我有业外的部分 所以你去看蓝天所以会这么强劲 原来是这样 去看内容去看内涵 股本有没有很大 没有很大 63.2亿 你说没有很大 如果在中小型股这边比 十几亿的股票 它股本相对又比较大 但是重点 你要去跟这些其他股票来比的话 比如说银叶达 358亿 是不是 对吧 比如说 宏基300亿 这边股本都比较大 所以它股本相对比较小 相对比较小 所以呢 各位 来了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 那你说你 我问你今天怎么买 这你到底怎么买 对我都买在这个打开 对不起 那你今天算几% 我先问一下 那你回来看 对吧 不要算20几%以上 没有我们就单纯讲 这一天不算 这一天不算 因为这一天买最棒 对吧 但这一天就亮灯了 5月14 亮灯涨停 5月15 亮灯涨停 算它20%就好 我再问 那所以今天买赚几% 对吧 好所以 差别就差在这 差别在动作的时间点 选对股票怎么去切 那我也讲过了 那如果说像今天台积电的表现这么好 当然呢 如果这样来思考的话 当然有一些股票它会联动性 但是如果用第一季财报来看的话 也许我去年 我赚了三块多 但是我第一季我就丢了一块多出来 其实也相当不错对吧 然后呢 我又是COAS供应链里面的股票 诶 有没有机会 我前面有在整理过 我休息 我一涨多了也休息 好吧 来吧 自胜 锁起来了 好来 自胜是不是之前有大涨 对 记得我们在股东前有讲过这个股票了 好了 来了 自胜本来归类在哪一个 为什么进去COAS供应链 对哦 自胜本来归类 归类在什么 归类在PCB哦 对耶 自胜本来是归类在PCB的哦 然后呢 好了 自胜打进COAS供应链之后 居然涨到149块 然后拉回 等一下 拉回到107在这个地方 然后注意短线上近期哦 跌破季线在什么地方 118.5 他都没有回撤原来地点 今天 好来 地记的获利公告了 对吧 一块多 蹦 亮灯涨停 都在高档 大家一看 前面不要去看了 前面不要去看了 已经拉上来了 15.6亿股本的制胜 今天再攻涨停 好吧 再攻涨停是吧 好 我找一下 永德亮灯涨停 这个飞达的 制胜 5月15号 没错吧 9点59分 赫 制胜亮灯涨停 金银组 恭喜大家 5月14号 要华亮灯涨停 恭喜大家 不是 队长 你是在开玩笑吗 你在那边跟我们炫耀你的灯吗 不是 这些股票 我们都讲过 好 我都跟大家讲 都讲过 我只要告诉你 这是一个过程 你可能有亮灯的 你可能也买到药华 不一定啊 你可能也是有药华 药华 恭喜你 你也有药华 恭喜你 你有智胜 恭喜你 你有勇德 恭喜你 你有蓝天 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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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药华 不知道 有的人可能拥有一天 他就再见 有的人拥有两天 拥有三天 好的 不一定 但是呢 股价是这样 我一直形容一件事情 它震荡震荡震荡 好吧 那既然如此的话 那大家就想一件事情 那 还有什么可以买啊 是不是跟这个一样 那么强的 对吧 那好吧 那我跟大家讲 等一下 我们再慢慢看 为什么要这样看 如果我这样看回来的话 那是不是 有些中小型股还蛮票患的 对耶 那你看哦 今天呢 我们看到 有关于PCB的药华 还这么强 我有看到什么 我看到金居跑上来了耶 那这个金居是PCB上游啊 对啊 它是CCL的上游 哦 它是铜箔基板的上游的铜箔 好 铜是吧 好 铜哦 好 等一下我们再有时间 我们再慢慢讲 结果你就会发现了 哎呀 今天第一铜有在动 今天有些电线电缆也在动 好吧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 跟铜相关的产品有机会 这个跟原物料有关联性 所以我们回头再一思考 那该不会有些股票要卷土重来吧 因为感觉是以前都蛮标的股票 我们再来看一看 有关于玉邦 之前创高以后呢 打下来 也是一样 哦 这个防守比较好哦 原则上是这样啦 离季线还很远啦 所以呢 我们看到哦 嘿 那这个是月线 月线完了以后呢 就直接上来了 也没有很弱啊 所以呢 也是中小型股本的 也都有提材性的 好了 那我们要回归到重点了 当大型股票 我先讲大型股票 就是台积电这种非常大型的股票 再往上攻 它代表是这个产业的代表 因为台积电本身基本面良好嘛 然后我们又看到欧洲厂 要设欧洲厂这个消息 那ADR大涨 那它不涨才怪 好 它都上去了 可是你看到 乒乓乓乓乓乓乓 这种小型股 开始动动动动动动 动上来了 重点是 前面都有创高哦 然后拉回休息哦 休息呢 休息一会呢 恢复元气 继续在攻 那这个很漂亮 好 我先讲 这个就非常漂亮了 机器人概念股 索罗门 来问一下 我们在这个有关于 这个六月份的 这个所谓的电脑展里面 黄仁勋来了 他会不会再提一下 所谓的机器人 索罗门创高 来了 整理完毕之后 你以为他这是高 他不是高 就拉回以后 他才是高 好不好 你又以为他是高 他又拉回了 结果现在才是高 天哪 怎么以为是高不是高 以为是高不是高 以为是高是不是高 不知道 现在锁了 锁到底是这个锁 锁罗门还是锁 锁掌庭的锁罗门 锁罗门 又涨停了 好 各位 中小型股 妙就是妙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未来 我们看好未来 这股票是有潜力的 然后端出来成绩单也不错 在这个情况之下 即便是可能有些衰退或什么什么 可是你整个都是看好下半年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股票要起死回生超容易的 败不复活很容易 就在这个 为什么 行情很好 量能很足 所以呢 我现在要回来看航海网 好 大家我现在前面讲了 这个是都不错啊 感觉都不错 队长你 这些股票好像都不错嘛 因为之前都讲过 对吧 来 我们先看航海网 那一天 应该是哪一天啊 就这两天吧 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说 为什么法人要调高长龙的目标价 好 那 为什么你不能早一点讲 你例如可以在这边讲啊 所以长龙目标价可以到达哪里 有没有 我们这有非常大的空间 有没有 你也可以在这讲啊 你为什么在这讲 从高以后跌下来了 不对 长龙是最后一个公告的吧 就是公告那个去年的获利啊 不是去年的获利啊 第一期的获利 第一期的获利啊 他最后公告啊 所以他最后公告 大家发现 不错啊 不对 不错归不错 可是你好像市场 市场对你的期待比较高 所以他市场的估计 你应该是在怎么样的区间 就你一丢出来 不对 好像有点落差 什么落差 好像没有市场预期这么好 而且短线股价又冲上去了 所以变成 等一下 今天开盘直接往下开 奇怪了 所以 为什么有获利却不符合预期 股价就要修正 对不起 再讲一次 我们过去一直形容过一件事情 你去看哦 你去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是外资买在这一天 结果呢 后来我们听到了消息 听到了消息 长榮呢 调高目标价到什么地方 你都看到 新闻都有看到了 这天外资有做一些调节 然后昨天外资有在买 结果呢 买到最高点以后呢 今天做拉回 我问一下 那短线上如果你有赚到钱 请问你长榮有没有跑 先跑一趟 跑完之后呢 压回来我们再来看 那有机会再上吧 因为以运费来讲的话 不可能一下就 就没有涨价这个效应的吧 我们再看 现在目前不是也是缺贵吗 好了 来了 如果长榮涨这样 我们去看看其他股票 来 哇 吓一跳对吧 大家吓一跳 这注意股 杨明 注意股 各位请看 开盘70块6往下开 开了以后呢 往上走震荡震荡震荡 本来好像看起来要往上拉了 但是 没有哦 就是大概是这个位置 昨天创高嘛 今天就大概是这样 没往上开 注意 这船里面有很多人 昨天48万张 我再讲一次 48万张的股票 那量很大 如果它涨不动 你要当心一点 要不然就先撤退一下 因为都产生获利了 那因为有其他股票在涨 都未必一定要做 做所谓的货贵的股票 好啊 这是我之前就讲过了 所以大家今天看 今天整体盘面上 有一些股票它崛起了 它开始从低檔又开始翻了 所以它变成一个什么 强势股票 如果它不再续强 大家有可能会撤退 有可能会撤退 开始往强的股票 再往那边攻 所以这是现在的现象 所以你要嘛 你卡位早一点 就我刚刚跟你讲 蓝天今天去买钱 为你到底要赚什么 你应该就是前几天去卡位 卡好了 今天你才赚的够多 对吧 好了 相同的情况之下 航海王 你前几天买的 你现在随便你卖 随便你卖 我哪边卖我开心 反正我成本低 是不是 我也不用担心 你这样压回来 你就算传沉下去一点 我都不担心 所以这才是重点 好吧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是不是我们之前 已经跟大家说了 我说那好 那我们就要观察什么 落后补涨形态的股票 所以到今天 可能大家会讲说 为什么股票的股性 都不太一样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找一张字卡给大家看 举这个例子 要怎么看呢 第一个 很奇怪很奇怪 这个其实之前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好 那耀华今天的表现 大家也都看得到 他有带的量 去往上供 他其实中低价位的股票 好吧 所以未来有可能赚两块吗 这是法人的估法 那有机会 真的有机会 好 我们看PCB的族群 你就会发现 除了耀华 还有一些股票在动 这过去修正的非常大的 他今天在动 我先不提醒你自己去找 你自己去看 里面真的有些股票在动 好了 来了 我先回到这一页 请问很奇怪 我在讲 东阳为什么不太动 地保有在动 TVC有在动 梗鼎好像也不怎么在动 可是不是都是 每一档股票都创了单季的 单季新高吗 而且获利相当不错 旺季旺旦季不淡 好来 大家看一下 我来举个股票的例子给大家看 增长大不大 大吧 给你看 开盘 小高 打下来 拉上去 再打下来 上去 下来 再上 冲上来 又可以下来 来 你知道他今天创高吗 68.5的TVC 有没有厉害呢 我觉得很厉害 我觉得真的有厉害 我先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觉得厉害的原因是 他简单来讲 他不是电子股 重点是在于近期 你看到筹码的变化 你看 外资一天买了5000张 第二天丢出来1700多张 好吧 1700多张 创高 我调节 今天又创高 请问他站在哪一方 投信怎么刚刚开始接 对啊 投信买的还不多 200多张 200多张 这样子买 这两天才开始接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纳闷 这满头的问号 我再问一下 投信为什么这两天才买 因为你买的都比他早 很多人都买在这一天 这一天 我跟大家讲 真的很多人啊 包括我的队员也是啊 买在这一天啊 买在这一天啊 买在这一天 这投信买在这一天 他买在这里 来 所以你没有比投信差啊 所以投信进场比你还晚啊 外资进场也比你还晚啊 所以你是做教的人啊 所以你随时卖都可以啊 你都可以产生获利啊 但是你反观呢 所以这筹码就变成说 原来外资有在买 可是有一种股票就是 外资拥有一堆 所以他准备调节 好谁呢 你去看啊 你来看 耿鼎 有没有 外资卖2000多张 卖95张 卖426张 再卖个2000多张 这一天买多少 这一天买了5000张 请问你差不多买卖完了吧 大约 如果是你买的 你们买的 大约就是在这边 差不多快卖光了 然后股价就在这个位置 大家请看这一天买进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在这里 外资啊 好吧 所以我在那边调调调调调股票也很正常 因为他没有打到我成本下 好吧 尽量卖 快卖吧 卖完有机会就冲上去了 所以呢 他变成落后 所以ANM股票呢 看起来是落后是耿鼎 地保也不差 大家来看地保 地保走势也不差 所以耿鼎似乎好像外资有卖压在这地方 但是外资卖压如果消化掉呢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迪威西可以这样走 我认为耿鼎也可以 这是我到目前的看法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啊 我的打底是在什么地方 我的获利当打底对吧 所以我未来走起来 淡季不淡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迪威西又创高了 所以后面低价的耿鼎 我觉得很有机会 所以这是我现在目前的看法 所以大家来想一想 今天在盘面上有这么多股票 在那边震来震去震来震去的 有些股票呢 基本上有的人他就想说 哎呦我放弃了 那感觉上好像不太会涨了 干脆就放一放算了 没想到一卖它就涨 继续涨 它只是在震荡的过程 震荡过程哦 我讲哦 那个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 有些法人在调降 这个金像电的平等 等一下 那我才觉得奇怪 金像电已经从高档跌到这里了 大家来看一下 181.5又在低档 然后呢 要调降它的平等 结果在低档它又不跌 那真奇怪 说要调高的 目标价的股票开始跌 说要调降的股票又不跌 这是什么回事 所以我们有时候去解读这些讯息 有时候真的要很认真去看看位阶 我再讲一下 我再讲一下 法人说 我们现在看好怎么样 要调高 先看它的位阶 如果是在很高档 你自己小心一点 因为进去呢 反而别人都在赚钱 随时卖都是赚钱 你进去你就要考虑到未来上涨空间还有多大 我刚刚已经举过例子 如果是这样 如果你有蓝天 恭喜你 你有蓝天的话 因为这样怎么看 你随便卖都是赚钱 对吧 那但是进场点很重要 决定你可以赚多少钱 所以今天进场蓝天 你肯定没有什么肉 但是呢 你说蓝天还会涨 我没差我就是追 好那无所谓 但是呢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再说一次 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必须要证明一件事情 什么叫证明一件事情呢 切的时候要对 而且呢 要有勇气爆好不好 5月15号蓝天又在亮灯涨停 恭喜大家 我现在所拿出来的抠讯100%真实 如果造假我就退出股市 因为我们的队员也在看好不好 赫蓝天又在亮灯涨停 恭喜大家 咚 5月14号 赫蓝天再度亮灯涨停 恭喜大家 5月13号 赫蓝天亮灯涨停 恭喜大家 就这样 就是真实的操作 好不好 那好 诚挚的邀请大家 我再讲一次 这个如果你也觉得 这样操作是很不错的 你说队长 他好想试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的吗 欢迎大家 想要这样的强势股吗 你说想 像蓝天亮 不用了 一根就好了啦 好来 请在line里面留言 想 想什么 想 这样子 这种的 那就想 想 加上联络电话 明天礼拜四 对吧 礼拜四 你觉得大盘这样涨了以后 还有股票可以这样子吗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可不可能 想加上联络电话 对长 带你操作 强势股票 感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